再打进去 不用讲是一号难求 他是肝癌治疗的权威 他研发出这个叫做肝动脉化疗术 健保给付 而且达到四成五以上的肿瘤都稳定 我们先来讲什么叫做肝动脉化疗 我们先来看个案好了 这个蔡先生62岁 那时候不明的腹痛就医 后来确诊是末期的肝癌 十公分的肿瘤侵犯到肋膜 没办法开刀 那个时候说剩下几个月的生命 他就是接受了 三到六个月 三到六个月了半年 甚至接受了肝动脉的化疗 三次疗程之后肿瘤消失不见 是没有错 那因为当时我们这种大型癌症 只有全身性的化学疗法 但是它的效果不好 负作用非常大 那我们就研发了这个 是不是可以把药物 直接注射到癌症上面 就在它的门口打 然后我们把剂量减低 但是这是一个很高的技术 那二十多年来 我们也治愈了非常多的人 大概有七到八%的人 可以肿瘤完全消除 今天带来这个东西 能帮我们讲解吗 是可以 那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导管 就是我们用来 把化学治疗药物 直接注射到肝脏里面 那这个方法 这要一个团队的合作 主要我们要从这个所谓的锁骨下 大家知道我们锁骨在这里 锁骨下有一个锁骨下动脉 那从这个动脉 把这个一个导针刺进去 然后再进入肝动脉 那如果这个肝脏是在 这个右肝 我们再穿到右肝脂 如果走肝我们就走肝 然后固定在那个地方 然后每天我们注射化学药物 这样连续注射五天 这个是健保给付 这个健保完全给付 完全给付 而且它重大伤病 一毛钱都不需要付费 抢救许多癌末的患者 是是是 我们成功率有到30到50 而且完全治疗科也到7到8%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